首席 徐部长好 哥 去过小小面去 好 你拿的 你说你伤还没好利索呢 你跟叶索喝那么多酒干啥 还在外边待了大半宿 不发烧才怪的 你给我拿钱干嘛 你不老说吗 有富同享 有难同当 大哥现在手头紧 拿点钱还不是应该的 拿你不多拿点 你跟九儿姑娘怎么样了 他死还没瓶呢 但是看得出来 九儿是个好姑娘 这男人身边就得有个好女人 你瞅瞅我 自从遇到了那个灾星 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 灾星 谁啊 关海丹哪 我前段时间攒的金条 全让他给我走了 我这次好不容易 从何大牙那弄了这批药来 本来想卖给你们共产党 结果呢 也让他给卷走了 这前前后后十多根金条啊 我这心疼啊 你说这女人是不是灾星啊 我肯定得想办法把这女人给弄回来 我得在别的地方补回来啊 是不是 你回头跟林老板说一声啊 这药让他放心 我肯定想办法再给他弄一批来 行 我回去就跟林老板说 志哥 你也别着急 这药弄不来就算了 什么他娘的就算了 十根金条啊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 咋的喽 刚才叶孙打电话来 说有机队 袭击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货物仓库 这都病痒痒的 怎么还能袭击仓库啊 这我不知道 面来喽 面来喽 署长 面好了 吃完面 消消火 你先拿一边去吧 没胃口 三爷 我看咱沐邦最近进了很多种药啊 有那个野山参 灵阳脚这样的玫瑰药材 要不咱弄点给署长调理调理 你们沐邦还做药材生意啊 没有 一个老主顾 托我给他运点药材 哥 要不你先歇上 我回去给你煎两敷药 晚上给你送过来吧 不用 不用 哥 我这病睡一觉就好了 不用吃重点 行 你们先回去吧 我回去了啊 书长再见 书长再见 来 夫妻 队长 您来了 怎么的 买卖干不下去了 要把店转出去 不是 不是 我脱离那服务 最近买得不错 买出了好多贵重药材 我打算再招几个伙计 那我得恭喜你 请 您这是怎么了 给我开个方吧 治什么病的 伤痕 您看这个方吧 胡黄莲龙胆草 雄黄白头翁 白纸生肝草 野山参灵阳角 山楂松皮 这方子上的药 都卖出去过吗 这话怎么说呢 这方子上的药 小店倒是卖出去过 但这客人不是拿这方子来买的 什么意思 骗子 都谈讲的是骗子 你甭骗子 你甭骗子 你看这方子啊 是 是孝产蛋 里边的白纸 熊黄 生肝草 就能用在 伤痕冰上 你再看这张蛋 这是 能被脾胃的 里边的 胡黄莲和野山针 也能用在伤痕冰上 全是骗子 所以啊 所以 没人拿着 治伤寒的方子来抓药 但是治伤寒的药 已经都卖出去了 我看咱沐邦最近吸了很多种药啊 有那个野山参灵阳奖 这样的名贵药材 要不咱弄点给署长调理调理 这药弄不来就算了 徐大哥 你怎么来了 药呢 啥药啊 你给老主公送的药材呢 下午送去了 快 不是 你感冒药我给你留了好多呢 我合计 我跟几儿吃完饭就给你送过去 对啊 徐大哥 既然来了 先吃饭吧 然后我去 咋的了 哥 滚 我怎么觉得许大哥这样 好像是要出事了 快毒草 要出大事了 哥 徐总梁啊 你可真够聪明的 这么快就发现了我们买药的途径 我估计现在京三浦正在纳闷 我们是怎么买到这些治伤寒的药 夸我一句就完了 那你想听几句 听什么听 我金条呢 金条 当初我们可是说好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的药呢 那你想听几句 林老板 你要这么说话 那咱俩得说道说道 行 你说 我听着 你们共产党 原本就打算买中药 治疗你们的伤员 对吧 对 然后你们故意跑到 长白山大药房去买西药 让我们以为你们 会大剂量的买黄胺这些药 对吧 对 接着你们就把矛头指向和大牙 让我们以为你们 会从和大牙那儿弄药 对吧 话不能完全这么说 和大牙生产毒药 残害我们的同胞 我们共产党 想利用这个机会 除掉这个汉奸 可是都是你们设的计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去调查这些美药人 去监控和大牙 结果呢 你们偷偷摸摸摸摸 把药给弄齐了 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设计的这些线索 谁发现的 我 许从良 除掉和大牙 不也是我的功劳吗 你们利用我 吸引了金三谱的注意力 你们这才买到的药 你们不该给我金条吗 你们就得给我金条 你说的很有道理 可问题是 我们设计的这些线索 是你心甘情愿发现的吧 我们共产党当初 并没有要求你配合 还有 后来也是你主动找到我 要求用和大牙的药 来做交易 你现在药没有拿来 我凭什么给你十根金条呢 我干活的呀 我也出力了 这样 咱们一口价 五根金条不能再少了 你看啊 你看看这些药 都是价格不菲 羚羊角 野山参 这都是天价呀 实话告诉你 我为了买这些药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积蓄 全都化光了 别说五根金条 现在就是一根 我都拿不出来 你不会打算一分钱 都不给我吧 三百两百也是个意思吧 我为了抓你们 我还受了伤 总得给我点医药费吧 你是受了伤 可这是我们干的吗 是你们那手下 开枪走火造成的 你想要医药费啊 你应该去找金三浦 怎么 还没吃饭呢 我兜里一个字都没有 我哪脸吃饭哪 不管怎么说 我这个老板 就算是再穷困潦倒 请你吃顿饭 我还是请得起的 走啊 好 走 走 哪一吐的 这咋还吃呢 我妈呀 哥呀 别吃了 我妈呀 老林 我勸勸她别让她吃了 她感冒还没好利索呢 到时候再把肠胃给弄坏了 行 去看看 来 哥 哥 不吃了啊 再把肚子撑坏了 我撑坏也是你们共产党给逼的 老梁啊 以闷心自问 除了没有拿到经条 你有什么损失吗 依我看啊 你不但没有损失 反而收获颇多 你除掉了何大牙 这算是为民除害吧 你救出了九儿姑娘 她脱离了苦海 我听说 金三部已经开始器中你了 你和叶孙也开始化低为远 这些事和诗根经条比起来 哪个更受用些 我们帮你除掉了何大牙 固然是为了声东击西 但更重要的是想帮助你在警察厅站稳脚跟 我们知道你是个有良知的警察 我们不仅希望能够帮助像你这样的人 更希望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你这些话说的还算受用 别的也就不说了 咱俩既然已经穷得差不多了 十根金条的事就算了 但是以后只要我来你这儿 就得按照这个标准来招待我 行 我就说嘛 你骨子里跟我们这些人一样 讲义气 明大理 要不说干脆你跟我们一起看吧 这话是你教的吧 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 我们都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所以我真心的希望 我们以后能有更多的合作 这么大的事你得容我琢磨琢磨吧 但是你看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事 已经表现出我足够的诚意 你们可一件事都没为我做过 行啊 以后徐处长有什么为难之处 尽管开口 只要我们共产党能办得到的 我们一定一不容赐 咱别以后啊 我现在就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 好 你说吧 我们警察厅有个叫关海丹的科长 听说过吧 听说过 金三浦的干女儿 好像跟松泽关系很密切 你说的事跟她有关 当然了 我许从良 这辈子的梦想 就是找一个像她一样的小娘们 当老婆 你是说你想追求关海丹 那 你就不怕惹弄了金三浦和松泽 怕什么呀 我找老婆天经地义啊 咱先不说这个 说眼前的 你们共产党的消息比较灵通 你赶快帮我打听打听她的底细 我没追上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底细 只要我摸清楚了 我肯定能把她取回家 这件事 你别婆婆妈妈的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给句通关话 行 我帮你调查关海丹的底细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 关海丹跟松泽和金三浦关系面前 她的背景一定很深 所以这件事一定要慢慢地调查 别拿话躺在我 我告诉你 我娶了关海丹 只会对你们共产党有好处没坏处 这话怎么说 你想啊 她嫁给我以后肯定得听我的吧 那我们俩都在警察厅里面 到时候你们想要什么情报 我们就给你弄出什么情报啊 好 那我们就说定了 来 倒酒 倒什么呀 都吃到这儿了 回家消神去 慢走啊 慢点 哥 哥 你没事吧 滚 有爱 有爱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徐从长 敢做干回你 竟然连金三浦的甘酒那儿 太多感到 我认识我大哥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他真的怕过什么 对了 老李刚怎么没见着啊 老李去孙愧的联络站呢 咋的 那边出事了 那倒没有 只是这个孙愧同志啊 原本是东北军的 沾染了一些不良嗜好 我就是担心了 我怕节外生枝 老李 你怎么在屋里不开灯啊 你是不是又去季愿了 没有 我就是在酒馆里边喝了几杯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呀 和大爷的事我心里不舒服 宋葵同志 现在敌人查的阵言 那种地方 你能不去就尽量别去 记住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好 知道了 老李 我问你个事 那天我埋伏的地点 非常合适 凭我的枪法 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两个 都击毙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只让我打伤和打压 这里边有什么内情 我们的行动 组织上都有严密的安排 该让你知道的 肯定会告诉你 你就别瞎打听了 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 那里边 有咱们自己人 你怕我枪法不准 打伤了咱们的同志 你呀 现在就该好好地睡一觉 记住 这几天 千万别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做事很谨慎的 警察局那边 找不着我什么线索的 把眼睛都给我睁大了 任何角落都要彻底检查 是 是 客长 你怎么知道枪手 是在这个房间开的枪啊 何大牙身上一共中了六枪 但其中有一颗子弹 不是甲星王的手枪子弹 而是一种狙击步枪的子弹 从射击角度来判断 就是从这个阁楼里射出去 我求是 凌杨 你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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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得走 我啊 你暂时 立刻去找 看看这种火柴 所以哪家寄的 是 二日もかけて たったこれだけのことなのか 大佐 実は特務機関本部の情報が 全く体に入りません 人三分も口を固くかざしており 売採営など数人しか情報を把握しておらず 下級警察から一部の情報を得られるだけであります 一つ分かっていることは フーダーヤンがマルキョウとの薬品取引の際に 銃殺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だけで 具体的な状況は分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フーダーヤンとマルキョウの取引を 貴様は信じるのか フーダーヤンは我らに 特殊な薬を売って しこたま儲け さらに奴らとも しかし大佐もご存知の通り 奴はそういう人間です 共産党からいくらもらってようと 金であれば飛びつけますよ 米インフルの収容所に伝えよう 新たな捕虜が捕まるまでは しばらくは人体実験をするなとな そして警察署は一枚岩ではない 早く何とかしろ あのバイツァイやら三人から 情報を引き出すんだ 大佐と申されますと 押してもダメなら引いてみろだ ではすぐに手配いたします 待て このフーダーヤンの件は誰から聞いた 本海団とシューストリアンであります 本海団 シューストリアン 太多了 河大牙有必要的 只有警察署的人 充分了 明白了 这河大牙不是死了吗 药也没丢 你还剩什么火呀 就是因为河大牙死了 这事情才难办 死无对证啊 死无对证还不好啊 你想给他戴什么帽子 你就给他戴什么帽子 难道你还怕这个死人 出来翻供啊 哎呀 你不懂 被死人折腾我不在乎 我担心的是被活人算计 被活人算计 你什么意思啊 哎呀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河大牙这个案子 太蹊跷了 不说了 回家 厅长 那谁啊 那谁啊 是许从良 官科长 您就下车吧 你明明认识厅长家在哪儿 干嘛要我陪你来 这不您说话有分量吗 求求您了啊 行 我可以陪你来 但你别指望我跟你说话 哎 干爹干妈 听长 你们这是争了什么呢 许书长说他今天新潮澎湃 有一肚子的肺腑之言 要跟您倾诉 哎 好啊 到我书房去谈 哎 哎 金太太 他可不如冷开了 干妈 哎 哎 哎 说吧 你满腔的话语是什么 我就是想来打听一下 和大牙的案子有结果了没有 怎么 心急了 不是我心急 是我手下那帮人 三番五次地问我 到底怎么回事 您也知道 我们北郊啊 穷乡僻壤 一年到头接不着大案子 更别说立功受奖了 这好不容易 有一立功升迁的机会 大家能不着急吗 少拿你的手下当油头 着急立功受奖的是你吧 干爹 和大牙的案子得仔细查 才能解案 别这么快上报给特务机关本部 何大牙确实跟共产党进行药品交易 但是现在 何大牙死了 共产党也没抓着啊 所有的猜测都是空口无凭啊 再说了 何大牙究竟是因为钱财跟共产党交易 还是他本人就是共产党 这都无从查证啊 厅长 要我说呀 这何大牙是不是共产党 根本不重要 聪良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啊 就好比 何大牙是条鱼 咱们警察厅就是厨子 松泽将军喜欢吃红烧鱼 咱就给何大牙红烧了 松泽将军喜欢吃清蒸鱼 咱就给何大牙清蒸了 白丹 咱们 据你了解 松泽将军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何大牙是宪兵队岛本队长的人 我觉得这条鱼如果染上红色 松泽将军应该很高兴吧 我再考虑考虑 行了 你们先回去吧 厅长 那我们 那什么呢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好 松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是是是 您说的是 您说的是 干爹走了 走啦 厅长 厅长 厅长留步 厅长 厅长 慢点 满脑子都是圣官把子 大白天来给厅长添乱 这会满意了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给厅长添乱 把何大牙定性成共产党 松泽将军高兴 咱警察厅也高兴 这不两全其美吗 把何大牙定性共产党 你有证据吗你 咱们抓了那么多共产党 把所有证据塞给他 还怕他成不了共产党啊 走啦 厅长 走啦 干爹 真不容易啊 这脸阴了好几天 今天放晴啦 好了 睡觉 这么早睡觉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我还以为你会连夜起草 给松泽将军的案件报告呢 两天以前就写好了 我不跟你说过吗 我呀 不怕死人折腾 我就怕活人算计我 你说你累不累呀 你怀疑许从良也就罢了 你现在又担心海丹 背地里算计 我不担心 走吧 睡觉去 虽说何大牙的案子证据不足 但是把它定性为共产党 于公于私都是必须的 你干爹会不知道这个道理 哎 我认为啊 你今天拉我来弄这么一出 那简直就是多余 画条蛇又画了条腿啊 我干爹既然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一直不解案 你是不是说 他怀疑咱们俩要想多久 终于明白了 何大牙的案子 咱俩有多少事是背着他干的 在这个节目眼上 我们不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以我干爹这样的老江湖 他能不犹豫来犹豫去的吗 用刀流 所以说 所以说 咱们今天 不是来画神天宗 是来画人天经的 看什么 停车 到了 走 夜色这么好 咱别浪费 出去喝杯咖啡吧 没那个雅兴 那你也请我上楼喝杯茶上 这一天 我又陪你去跟两家有演戏 多累啊 许总量 现在是大半夜了 不是做白日梦的时候 梦 还是要做的 快到一村 把打压就此尘埃落定 官課長 把这份案综翻译成日文 即刻呈送特务机关本部 是 这次行动是由官科长 还有许书长联手配合 击毙了共党的骨干分子和大牙 对哈尔滨的地下党 肯定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我希望诸位能够再接再厉 将哈尔滨共党的地下组织 一网打击 散会 冠科长 今天晚上的事没忘吧 今天晚上什么事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破案之日就是咱们庆功之时 今天晚上咱们得开怀畅饮 好啊 那今天晚上开怀畅饮 传奇 就跟你说 喂 邦科长 他们回来了 让他们进来 是 课长 调查得怎么样 课长 我对哈尔滨的妓院进行了调调 没有一家妓院用过这种火柴 但是有一家妓院的老板 以前在吉林做过满卖 据他所说 这种火柴是吉林一家妓院所专用的 课长 我又重新询问了长白山大药房的刘老板 据他回应 他见过这种火柴 就是跟他见过这种火柴 交易药品的那个共产党点烟的时候 他还说 这个人有明显的外地口语 外地 课长 这么说的话 这个杀手就是共产党 而且 是从外地过来的 你们带上技术人员 立刻再去长白山大药房 根据刘老板的供述 把这个共产党的花香花下了 办完这件事情 放下手上其他的工作 带着你们手下所有人 立刻去激励 科长 去调查机院吗 调查机院用得着去那么多人吗 你们到吉林 全力调查近几年从部队警戒离职的人员 我会跟吉林那边通缉 请他们全力配合你们 网不用洒得那么大 这个杀手的枪法十分精湛 以他的身手 不管是在警戒 还是在部队 都应该混个一官半职 再加上画像 再加上画像 我相信一定会查出来 是 科长 书下明白 那人要是全都带走的话 调查药品 人手可就不够了 共产党现在已经不需要药品了 从劫持战俘到现在已经有一个礼拜了 即便共产党现在搞到了药品 那些伤病员恐怕也救不回来了 要么共产党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 要么共产党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到了药品 去吧 是 是 你慢点 关阁长 金圣元跟咱们颇有渊源 今天咱们就一醉方羞辱 客随主便 这不是关科长许书长吗 大家光临 有事远迎 有事远迎 都是老熟人了 客气的话就别说了 担家有吗 有 有 有 我马上让人给您备菜 来 里边请 行 行 行 你把他带来干什么 你不是说要帮我查查他的底线吗 人我带来 你可以近距离观察 我来是给你 给你个面子 吃饱喝足以后呢 就不奉陪了 有什么话趁早说 官阁长 我现在想到一个人 总是百思不得其解 谁呀 剃刀 你有剃刀的线索了 那倒没有 怀疑的目标倒是有那么紧了 请我吃饭还跟我聊剃刀 想必你的怀疑目标里面有我吧 你还别说 您是第一个 哦 那说来听听 咱们远的不说 就说说何大牙的案子吧 您的所作所为像极了剃刀 徐从良 你是不是喝酒喝迷糊了 我如果是提到 会把那批药浇上去吗 早都浇到游击队手里了 那如果说共产党 根本不需要这批药呢 再或者 他们通过别的途径 又悄悄地搞到了一批药 你这个手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成功地帮助游击队 转移了警察厅的注意力 又悄悄地搞到了一批 自己真正需要的药 在所有人都怀疑你的时候 再把何大牙的那批药 交出了彻底洗清自己的血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提刀啊 太厉害了 聪明之处就是能化腐朽为神奇 把所有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最后都能变成对自己有利的 许从良 你是不是 兜里穿了一副狗皮膏药 上面还写了剃刀俩字 见人就网上贴呀 这是哪儿的话 别人不配 我许从良没别的本事 就是办案能力一流 我现在看官科长 怎么看怎么想剃刀 许从良啊许从良 你是不是办了几个案子 就不知道天高定厚自己没事 你说我是共产党 你怎么不说我是蓝衣社的呢 您还别说 我还真这么想过 就想过这两种可能性 那你的胃口也太小了 这年头特工多得是 但是我如果是宪兵队派来的呢 如果我是苏联特工呢 再如果我是关东军总部派来 监视金三浦甚至松泽将军的呢 你以为我的后台只是金三浦和松泽吗 那是你没见过世面啊 他们算什么 我告诉你 我的后台比他们要大得多 我跟你合作是我看得上的 如果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那你就快陪刘一山做伴去 你不吃了 那您走好 好个屁 许书长 我给你备了一坛好酒 这么客气啊 你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 把关科长气走了 你反而高兴呢 他生气 就证明我猜对了 戳到他的痛处了 你猜对什么了 我这人眼睛里不揉沙子 就关海丹这人 我一打眼就知道他不简单 肯定有背景啊 好 好